陈圣吴广起义,作为中国历史上一段传颂千古的故事,一直被认为是农民因受到秦朝残酷统治而起义反抗的经典典故,然而,在1975年,一座古墓出土的文物揭示了这个故事的真相,显示千年来流传的陈圣吴广起义的故事,可能是一场谣言,隐藏着阴谋,洞见历史人物,品息世间百态,欢迎订阅爱观历史,传统的历史教材和史书中描绘了陈圣吴广起义的经典场景。 秦朝征兵,百姓被逼赶路,大鱼阻断去路,陈圣吴广因此得以趁机起义,带领受压迫的百姓反抗秦朝的残暴统治。 然而,睡虎帝秦俭的出土,改变了这个故事的解读,睡虎帝秦俭中记载了秦朝对于诗七福摇义的处罚,显示并非像史书记载的那样,法接斩,而是以罚款和责骂为主,这一发现引起了历史学家们的深思,陈圣吴广起义的原因是否真的是因为被逼迫? 还是有其他更深层次的原因,陈圣吴广的起义计划,并非是在大鱼阻断去路的情况下临时起义,而是经过精心策划的,陈圣在早年已表现出对王侯将相地位的渴望,他的鸿湖之质早已在他的内心埋下了种子。 在他找到合适的契机之前,他不断为实现自己的报复寻找机会,王侯将相宁有种呼这一毫言壮语,并非陈圣吴广的心血之言,而是源自于陈圣年少时对自己未来的憧憬。 在和伙伴们交流时,陈圣就表达过对未来的追求,他希望能够成为人上人,拥有王侯将相的荣耀,这一豪情壮志在陈圣心中悄然生根,最终在起义时得以迸发。 他,陈圣王的丹书,并非是陈圣吴广为了迷惑士族而设计的,而是他们借用神秘的手段,加强自己在众人心中的威望。 这种行为实际上是陈圣善于利用人们对神秘力量的敬畏心理,使自己看起来更为神圣威严,这进一步显示了陈圣早已为起义计划做好了深入的准备,挂师的预测更是为陈圣吴广的计划提供了肯定和指引,挂师告诉他们,你们这是为百姓积福积德的大事业, 肯定能成功。 这一句话,不仅为陈圣吴广提供了信心,更是为他们的行动提供了合理性和正当性的辩护,占卜的结果成为了陈圣吴广起义计划的精神之柱,在寺庙中模仿狐仙的声音。 制造鬼神的幻象,进一步强化了陈圣吴广在士族心中的神秘形象,这种心理战术成功地让士族们感到害怕和崇拜,为陈圣吴广争取到了更多的支持。 然而,陈圣吴广起义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呢? 千年谣言是否揭示了一场隐藏的阴谋,睡虎地勤俭的发现揭示了陈圣吴广起义的真相,显示他们并非是受到直接的压迫而起义,而是借用了秦朝政治制度的漏洞,巧妙地策划了一场起义,以实现他们个人的政治报复,陈圣吴广的起义并非是被迫的反抗。 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政治计划,这并不否认秦朝的残暴统治和科捐杂税,但陈圣吴广起义的动机更多的是出于他们个人的政治报复,而非被秦朝逼迫,秦始皇的暴政固然让人民痛苦。 但真正的推动力量是陈圣吴广对王侯将相地位的渴望和对大事业的追求,在这个过程中,陈圣吴广善于利用民间信仰,占卜和心理战术,巧妙地打造了自己在众人心中的形象,这种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一场政治阴谋,他们借助神秘的手段和宗教元素。 成功地塑造了自己的领袖形象,为起义争取到更多的支持,跨越千年的历史,11号墓葬的墓坑明显比其他墓坑大,墓坑内的填土曾经过层层夯打,十分结实,而且,11号墓葬呈现出来的细节和状态,是考古人员在已发掘出的汉墓和楚墓中,没有见过的,他们推测,11号墓的年代很有可能早于汉代,于是,考古人员把11号墓当成了这次挖掘中的重头戏, 足足挖掘了一个月,才将11号墓给挖掘出来,11号墓的果实封闭十分严密,果实内曾有积水。 当考古队员们仔细清理完里面的积水后,其中一名领队的考古人员突然大声地喊了一声,都站着不许动,极有威严的声音,让所有人都僵硬在了原地,趁着这会儿功夫,领队的考古人员立马跑到了一个年轻人的身边,然后从他的水鞋上撕下了一个小竹片,就在不久前,这个年轻人在挖掘墓葬上, 当时,不小心踩到了墓主人的棺材板,木板轻微断裂的同时,他的脚上也沾上了这个小竹片,惊艳和直觉告诉领队的考古人员,这一定是文物,所以他才会急忙喝住所有人。 经过专业清理后,看似不起眼的小竹片上,竟然浮现出了清晰的字样,看到11号古墓居然出现了带字竹简,考古队员们瞬间就兴奋了起来,他们小心翼翼地挪开墓主人的棺盖后,里面的场景,直接让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气,偌大的棺材里,除了一具人骨架外,满满的都是带字的竹简。 真实的秦国社会,1976年新年刚过,一个中年人便急匆匆的北京赶到了湖北省云梦县,他来到云梦县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让人把从11号墓葬内清理出来的竹简,立刻全部拍成照片保存。 这个中年男人,是我国著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李学勤,当他得知云梦县出土了大量的竹简,便立马动身来到云梦县协助考古人员,对出土竹简进行初步的整理和研究。 李学勤之所以会让人以最快的速度,将所有的竹简都拍成照片,是因为带字的竹简一旦从墓葬中出土,那么,受到环境的变化和影响,上面的字迹要不了多久就会变淡,进而出现难以辨认的情况。 经过初步研究,李学勤不仅断定这批竹简是秦代的竹简,还顺利解读出了不少竹简的内容,竹简上记录的都是秦朝当代的事情,虽说七十年代是新中国考古的黄金时代,但云梦睡虎地出土的这批竹简内容,却是考古人员从未在任何历史资料或者考古中看到过的,因为,在此之前还没有出土过秦代竹简,而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代竹简,不仅数量多,而且字迹清晰如, 如初,文字十分有特点,无论是在内容,还是在书法研究上,它都是一批非常珍贵的资料,随着竹简上的内容被一一解读,又一重大发现令所有的考古人员都振奋不已。 他们研究发现,位于墓主人枕部的竹简上,不仅记录了墓主人的个人信息和生平,还将一个世人都不知道的真实情果呈现了出来,这份被考古人员命名为编年纪的竹简,事实上更像是一封替墓主人沟通生前死后的信。 中国古代的人们都非常重视墓葬文化,据说,亲人死后,会将他一生的重要经历记录下来一起陪葬,目的就是为了,让他带着自己的这份证明信,获得一个好的转世路。 然而,截至目前为止,这样可证明墓主人身份以及生平的信。 出土保存的却寥寥无几,因此,11号墓主人的这份编年纪不仅特殊,而且显得尤为珍贵。 编年纪中记载,墓主人名唤喜,是生于秦昭王时期,生于秦始皇时期的一个小官,他熟知国家的法律条文,从事的是与法律有关的工作,喜事在16岁左右被征兵,从他后期被连年被征兆入伍来看。 当时的秦国已经开始实施了吞并六国的计划,喜医生书写了很多秦朝的律令,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秦律十八种中的姚律,在姚律中,若是在朝廷蒸发姚一时,单个时间不应征,则会被处于不同的刑法,如果是迟到三天到五天,那么当事人被备斥责,迟到六天到十天则会被罚钱,超过十天便会罚得更多,陈胜九百人就敢起义,背后有何力量? 即便陈胜不是农民出身,九百人就敢起义,着实令人大吃一惊,究其根本,也没有那么简单。 首先,陈胜吴广起义打的名号是金城以吴重诈自称公子扶苏,项燕,为天下畅,宜多英者。 项燕,是楚国末期名将,打项燕的旗号,就是为了拉拢楚国人,让楚国人加入到起义队伍中来。 而拉拂苏就不正常了,拂苏是秦始皇的嫡传长子,他肯定不会反秦,陈胜打出拂苏的旗号,只有一个原因,就是要获取秦国朝廷内部某些人的支持,况且那时拂苏已被胡亥陷害自杀。 这属于朝廷的绝对机密,一般人是根本不知道的,陈胜吴广之流也是不会知道的,他们打出这样的旗号,肯定是有人泄密了,甚至整个起义都是有高人在背后操盘,这个人,就是李斯。 朝廷内部知道秦始皇遗诏,并恶意篡改了遗诏,福利秦二世登基的,只有三个人。 分别是,胡亥,赵高,李斯,胡亥作为皇帝,肯定不愿将丑事公布于天下,赵高是陷害扶苏的第一责任人,并亲自参与了陷害,他也不可能为扶苏鸣冤,唯独丞相李斯。 一,伪造赵书时是被胁迫的,二,面对登基后的二世胡亥极为不满,胡亥登基后,为非作歹,杀死了自己十几个兄弟姐妹,简直惨绝人寰。 三,赵高全清朝野,那时已经止入为马,胡亥成了个傀儡皇帝,赵高将整个朝堂搞得乌烟瘴气,李斯,也许那时才明白,要解决问题,必须从外部开始。